我2022年的社在欧洲旅游 真的好自由 我想干什么干什么 其实2022年之前 很多国家的人民也对政府有意见 因为那个时候都在防疫嘛 都在封城 很多政策不当的地方 英国也对政府很有意见 但是在2022年呢 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解封了 就你中国还在过度防疫 还在就是封城 除了那么多人命 还闹出了白纸运动 你这么快就忘了 真是好了伤疤 忘了疼 真该在我关你几年 我就不信中国 10年20年30年还会这么太平 如果再出个类似的事情呢 你再被关起来呢 你不要打爆移民中间的电话哦 你现在觉得就是 反正都已经解封了 没事了 你这样的体质下以后 还是会出一样的事情的 你不要在说叫苦连天 又求着美国赶紧 就是把你带走 你不管是如何的 就是讲我穿的太暴露 或者是 以后我要染粉色头发 我知道粉头发肯定就是会受到很多国内VPN翻抢来的人的攻击 然后包括你各种什么body shame 什么face shaming 什么这些东西 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不按你说的来 我还是会 就是各种录视频的 你要是看不爽 你有那个本事 你让国外的软件把我封锁掉 反正你在你看来 全宇宙都是中国的 你能管 只要是个中国脸的人 你就能管 然后这样的色列模式 你觉得我还是在中国人面前做节目 你尽管去举报 你看看有没有用 有些人他可能比较客观 他就说中国没有那么恐怖什么的 这点倒是事实 但是你这个不代表他爱中国了 他说几句好话 不代表去中国生活 或者去重新入中国籍了 这点本质的区别 你的计划生育之前实行的时候 你是可以申请美国的庇护的 因为这个强制堕胎在美国是就是非常违法的事情 你可以去美国拿身份 现在给取消了 他现在开始催生了 我听说 你这个计划生育死了多少人 你之前什么文革饥荒死亡 无法这些东西 然后你现在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开放的超级大国 你不是蠢就是坏 没有例外的 我觉得爱国的 不是一些中共的官员所谓的大外宣之外 就是那些想赚钱的外国人 想两边吃好处的海外华人 要么就是真的特别的底层 他就是生活很像无望的那种 他最爱国最粉红 没有例外的 我觉得 要么就是太蠢 要么就是太坏